第1034集 他的脸阴晴不定 天河亲王的血脉十分纯正 虽然因为懒惰而秀为不高 但却是最适合的对象了 徐天然现在的心情宛如刀割一般 尽管他一直将橘子当成自己最重要的一枚棋子 但这么多年一直在一起 又怎么会一点感情都没有呢 只是他不能忍到 而皇室需要储君 需要一个继承人 他才出此下策 橘子从天河亲王身上借种 根本不需要身体接触 凭借着日月帝国的浑岛科技也能够完成 可笑那天 河亲王还以为自己占了多大便宜 而橘子亲手将他杀死 是徐天然的命令 徐天然这么做的用意很简单 橘子杀死天河亲王 也就没有退路了 这件事一旦传出去 橘子的生命必然要走到尽头 同时向天河亲王借动 天河亲王也就是未来储君真正的父亲 这样的人怎么能够活在世间 死在橘子手中 自然就不怕橘子未来会显秘 告诉储君什么 同时也是进一步将橘子绑在自己身边的手段 徐天然也知道 自己这么做很自私 而且很残忍 对于最忠心于自己的橘子来说 尤其如此 可是不这么做 他实在是无法放心 身为一代枭雄 他绝不允许有什么事情 是脱离自己掌控范围之内的 以后再慢慢补偿橘子 前提是 想到这里 徐天然眼中流露出一丝寒光 时间不长 一名年老的太医从外面走了进来 跪倒在徐天然面前 怎么样 徐天然冷冷地问道 太医刻意压低了声音道 启禀陛下 皇后娘娘确实还是完毕 听他这么一说 徐天然脸上的冰冷顿时消散了许多 仿佛如是重负一般 难难地自言自语道 对不起 橘子 是我想的太多了 你不负我 朕定不负你 太医 却 照顾好皇后娘娘 一定要成功 是 请陛下放心 之前 陈已经多次为皇后娘娘 检查过身体了 皇后娘娘很健康 而今日 正好是最好的寿院时机 臣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把握 定能帮助皇后娘娘受孕 太医 老老实实地说着 但他却茫然不知 自己最后一句话略带起义 令徐天然眼中杀机闪烁 当然 从始至终 他就没想过 让和这件事有关的人 能够活下来 去 事成之后 朕必有重伤 谢陛下 静视 同样是静视 橘子静静地躺在床上 此时的他 只有一身几百如雪般的中医 遮盖全身 他的目光很平静 但在平静深处 却有着一抹淡淡的冷意 徐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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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橘子心中 不断地在重复着这个名字 徐天然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 我对你如此忠心尴尬 你却这样对我 好 很好啊 可惜 你聪明一世 却并不知道 我对这一切早有准备 我橘子 又怎么可能为一个陌生人生孩子 皇后娘娘 您准备好了吗 稍后 可能会有点疼 太医温和的声音响起 好 那请娘娘 经准备好的种子给陈 橘子抬起手 一根小巧的金属管 出现在他掌心之中 缓缓地递给太医 而这个时候 他的脸上的神色 却多出了一抹温柔 在他心中 徐天然这三个字 悄然消失 却而代之的是另外三个字 深夜 高空 四千五百米 这里已经是距离地面 四千五百米的高空了 霍宇豪静静地悬浮在空中 此时的他 已经又一次出现在 日月帝国军营上方的空中 保持着完全的警惕 静静地观察着 下方的日月帝国军营 同时感受着 那随时有可能出现的危机 四千五百米 不知道日月帝国方面 地对空探测浑倒器 是否还能发现我 霍宇豪双眼微眯 静静地等待着 很快几分钟过去了 下方却没有任何变化 昨晚遭遇的红光 也没有出现 但是一抹淡淡的微笑 却开始徐徐浮现在 霍宇豪嘴角之上 他的目光 若有若无地 开向不远处 一团正在空中 飘荡的云朵之上 身体保持在原位不动 静静地等待着什么 突然一团黑雾 毫无预兆地从天而降 朝着他所在的位置 覆盖了过来 霍宇豪似乎已经 模拟魂迹瞬间解除 他也在空中 显现出身形了 哈哈 我还以为是来了 多强的魂师 原来是个小家伙 才不过魂圣修为 竟然就敢窥视 我日月帝国大营 难听的沙哑声音响起 两道黑影 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出现在距离 霍宇豪五十米外 而之前霍宇豪 曾经盯视着的那片云朵 却已经消失了 大旁的黑雾 趁环形 从四面八方笼罩过来 将霍宇豪环绕其中 那两道黑影 更是忽视眈眈的看着他 之前说话的闹在黑影身上 两黄两子五黑 九个红环光芒闪耀 另一个没有吭声的黑影 身上黄环更加强悍 一黄三子五黑 都是封号斗罗级别的修为 而且从他们身上散发着的气息 还充满了阴森的味道 喜欢是 霍宇豪惊呼出声 小家伙 现在才发现 不是有些晚了吗 之前说话的黑衣人 一边说着 一边缓缓朝着霍宇豪这边飞了过来 在他身后 一道蓝黑色的光影 缓缓放大 这蓝黑色的光影 看上去十分可怖 刚开始的时候 像是一个骷髅头 等他真正变大之后 才能看清楚 那是一张苍白的人脸 甚至看不出男女 但脸上 却有着无数恶心的蓝黑色蛆虫 在爬洞着 另外一名黑衣人 却从始至终都没有吭声 但在他身后 也是亮起了一道光芒 这道光芒 是墨绿色的 光芒凝聚成一只额头上 张有独眼的巨大蜈蚣 在空中清白 霍宇豪脸色一片惨白 好家伙 两名封好斗罗几杯的写魂师 要知道 在魂师戒之中 封好斗罗级别的写魂师 可是相当于超级斗罗级别的存在 一时间 他的身体似乎都因为恐惧而有些颤抖 现在才知道怕了 完了 如果不是为了活着你这小家伙 也用不着我们两个亲子走这一趟 行了 小东西 跟我们下去 不然的话 老夫就让你尝尝 被我这怨灵假面吞噬灵魂的味道 我会让他从一魂一魄 开始吞噬你的灵魂 那种滋味啊 怨灵假面 这种武魂 霍宇豪都还是第一次听说 似乎是一种变异武魂 但也肯定是邪武魂 两位前辈 我只是一名负责侦查的侦查兵而已 二位 又何必难为我呢 哈哈哈哈 小子 你不用拿话挤退我们 没用的 是你自己束手就擒 还是让我们动手 束手就擒可以 总有让我知道 因为前辈的封号 我也好知道 是折在谁手中 那拥有怨灵假面吞魂的 习魂是道 告诉你也无妨 老夫假面斗罗 这一位是天吴斗罗 没想到 我们又见面了 你果然是个解析 熟悉的声音响起 那在之前一直没有吭声的天吴斗罗 突然掀起了自己头上的黑色斗篷 露出本来面目 看到他 霍玉浩脸色不禁微微一变 因为这位协婚师他竟然认识 赫然正是当初 西水盟那位盟主 好像还是圣灵教的二长老 霍玉浩一向小心 因此哪怕是在高空探测的时候 他也改变了自己的向往 但改变的样子 正是当初参加明都魂倒式精英大赛时唐武的样子 所以才一下就被南宫晚认了出来 南宫盟主 好久不见 霍玉浩此时的神情反而淡定了许多 南宫晚看着霍玉浩 就差咬牙切齿了 当初在明都魂倒式精英大赛上 霍玉浩帮助西水盟取得了最后冠军 并且拿走所有奖励 最初的时候 南宫晚是准备收他为徒的 可后来霍玉浩表现得太过强眼 尤其是他那亡灵魔法 连圣灵教副教主都对他青睐有加 认为他是圣灵教为初始的圣子 可谁知道那比赛之后霍玉浩直接就消失了 带走了数以蹲计的稀有金属 日月神针还有一枚九级定装魂倒炮弹毁灭风暴 日月神针还好说 那是星空斗罗夜雨林拿出来的 但那毁灭风暴可是圣灵教好不容易才得到的 原本也只是为了引得魂倒士们竭力参赛 可谁知道霍玉浩拿走后 却趁着那场大爆炸 整个人都横飞鸣鸣了 就此消失无踪 后来大爆炸结束后 南宫晚可是费了不少力气四处寻找他的踪迹 可又哪里找得到这位唐武啊 一直到今天才再次见到霍玉浩 从霍玉浩出现的地方 南宫晚自然猜得到当初这小子是个奸细了 而且还是天魂帝国的奸细 心中怎能不弄 当初找不到霍玉浩 他可是着实被副教主狠狠地骂了一顿 是好久不见的 我是该叫你唐武的 还是其他什么 南宫晚冷冷地说道 你就当我是唐武好了 霍玉浩才不会傻到暴露自己的身份 而且当初和南宫晚面对的时候 他不只是魂导师 而且还是以亡灵法师的能力 展现在对方面前的 好好 好一个唐湖 我倒要看看 你今天还往哪里跑 南宫晚冷冷地说道 跑 我为什么要跑啊 待会儿二位不要跑了才是 嗯 假面斗罗和天舞斗罗南宫晚都不禁微微了 而一道淡淡的青色身影 已经如同鬼魅一般从远方垫射而来 几乎是几次眨眼的功夫 就到了霍玉浩身边 可不正是轻颖斗罗宋老吗 霍玉浩和宋老一同出发 但却没有走在一起 霍玉浩自己在四千五百米空中 吸引下面的对空探子昏倒器主义 而宋老却在高达六千米上的高空 关注着他 到了六千米 那个绝对人类禁区的高度 没有超级斗罗的实力根本就上不去 日月帝国对空探子昏倒器 也是无论如何都到不了那个高度的 只不过霍玉浩也没想到 居然会引出两位 想要抓他活口的习魂式封号斗罗 这可就是意外之喜了 要是能抓一个回去 从他们身上找到唐雅的下落 自然就容易得太多太多 看到宋老的出现 天狐斗罗南宫万和假面斗罗 都是脸色一宁 因为他们之前根本就没有感觉到 还有这么一位强者在侧 而且宋老来得实在是太快了 几乎是他们刚刚看到身影 宋老就已经到了近前 但是从速度上 他们也能判断出 这位一定是超级斗罗级别的存在了 宋老平静地悬浮在半空之中 脸色显得十分淡漠 但就仅仅是这样 却带给了两位喜婚师巨大的压力 越是感觉不到对方身上的气息 对于封号斗罗这个层面的强者来说 才是最为可怕的 因为他们亲眼看到 宋老是从高空而落 以他的速度 之前至少在五千五百米以上的高空才对 这样一位强者 却能将身上气息隐藏得如此之好 必然是超级斗罗 到了超级斗罗那个层次 邪魂师的优势就不那么明显了 而且邪魂师本身 想要成为封号斗罗都很难 成为超级斗罗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两名喜婚师之中 假面斗罗的修为是九十一级 南宫板要强一些是九十三级 南宫板双眼微眯 眼眸中释放出强烈的荧光 在他背后那巨大的武功光影 仿佛要活过来一般 轻微的扭曲着 他身上的九个浑环光彩 也是若阴若现